小朋友们,请你们拿出生活数学 第五本,请小朋友们打开 第十二页,我们先读题目 看每种物品各有多少,十个分为一组,圈起来 可分为几组,分别写在括号里 小朋友们一起读多一次,跟着读吧 数数看每种物品各有多少,十个分为一组,圈起来 可分为几组,分别写在括号里 好,来我们看第一题,ok,我们一边算,一边歌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到这边是十,所以我们就圈起来 因为他要的是十个一组,圈起来 ok,所以还是一组,十个为一组的有多少呢? 多少组呢?一组 而其他的有多少个呢?剩一个没有圈,所以答案是一个 再来第二题,ok,同样的也是一边算一边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这边是十,我们圈起来 ok,十量为一组的有多少组?就是一组写一 其他有多少量呢?一,二,三,四,五,有五量,所以我们写一个五 ok,朋友们我们继续看第十三页哦 第十三页,我们先来读一读题目 二十以内十的集合计算 二十以内十的集合计算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边 数数看每种物品各有多少?十个分为一组 圈出来各可分为几组?分别写在括号里 来,我们看一下你这个第一题的草莓 也是同样的十组,十颗,ok,十颗草莓分为一组 来,我们一边算一边割掉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这是一组,我们圈起来 ok,来,我们看下面的,ok 十颗为一组的有多少组呢?圈起来只有一组 所以我们写上一 其他有多少组?圈没有割,我们来算一下哈 一,二,三,四 所以是四,写上四 ok,来,我们看最后一题哈 ok,一,二,三,四 四,五,六,七,八,九,十 到这边是十,我们圈起来 一组 这是一组哦,因为它十个 ok,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十杯为一组的有多少组呢?一组对不对? 好,我们写个一 其他有多少杯?来,算一算没有个的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写七 ok,好 今天就交到这边哦 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看我的video 好,谢谢大家,小朋友们 希望你们一起做哦,拜拜